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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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茭貝老師在講說 可是 如果我的角度的話 我可以來談說 為什麼一個婦女運動的組織 就是以前我工作的婦女行政經濟會 決定要設入移民議題 在台灣社會這樣的一個意義 跟在這個過程裡面所發生的 所做到的 某一些影響 或是我們要怎麼樣檢視這樣的一些過程 跟它的效果 我是覺得 剛好藉由這個機會 自己來回顧過去這些年 這樣的一個參與的經驗 以及移民議題跟政策 現在的一個發展 我覺得也 有這個機會也很感謝 那我覺得 上一場其實有談到 族群和協系金的這樣的一個設立 然後帶給 就是說 我覺得不管是在 上一場所談的這個審計的 或者是遠翰的等等的 這樣的一個族群議題上 或是在我們這一場要談的 移民議題上 其實都有非常 我覺得族群和協系金 帶來了很大的一個 資源的挹注 而這個資源的挹注 帶來很多正面的一個效果 那我覺得婦女行政基金會 其實大家聽到 基金會就會覺得 應該是一個很有錢的單位 但不是 就是如果了解婦女運動 大家就會知道說 我們是很多年前就成立的那個 1987年 台灣一節也就成立的一個基金會 然後那時候六十萬 就可以成立基金 所以我們是非常 非常窮的一個團體 那 但是 在婦女運動上 這個 婦女行政算是一個 蠻重要的一個組織 那 過去不管是在推動一些性別的法律 比如說 家暴 或者是民法 性侵害等等 性別工作平等法 性別平等教育法 等等這樣的一個性別法律 跟政策的一個推動 跟監督的過程裡面 那其實我覺得婦女行政過去 確實作為一個都會型的 中產的知識分子為主的這樣一個團體 我們比較晚 並沒有注意到說 其實台灣社會大概在1990年代 大概就開始 有非常多的婚姻移民開始進入 那我們確實是反應稍微慢一點 就是 因為人力也不足 就是比較集中在其他的性別議題 那 等到 其實2000年 2001年開始 我覺得當時 在場如果 對當時整個台灣社會 還有影響的話 其實就是 那時候開始媒體會開始報導一些 所謂的 外籍新娘 被家暴 被什麼 等等一些 這種 社會新聞會開始出現 那政府這個時候也才來 偷偷一偷 比較偷偷一腳的 來想說 我要怎麼來處理這個 所謂的外籍新娘家暴的這個問題 當時連社工啊 警察啊 等等 大家連 連 當時可能連通義都不太多 那 所以 政府 其實這時候也開始在試圖找 所謂的婦女團體進去開會 討論說 我們要怎麼做這些 處理這些議題 那 對於當時的婦女行政來說 我們其實發現我們對婚姻移民 尤其是東南亞婦姻移民 然後以及大陸配偶 這邊的處境 我們了解並不多 那我們憑什麼參與這樣的一個 政策會議 但是 你又發現這個政策會議 有要求的婦女團體 就婦女行政 或 頂多再多增加你兩個婦女團體 那 這時候我覺得 我們必須虛心的去學習 這個議題 那 也就開始去邀請夏曉娟老師 來加入婦女行政的董事 去邀請她擔任董事 加入我們的主持人 那 夏曉娟 了解台灣移民議題的 都會知道夏曉娟老師 她1995年就開始在美農那邊 開始推動這個 所謂的 當時叫獅子班 其實就是中文班 那藉由這樣的一個中文班的設立 讓婚姻移民她 除了 怎樣去跨越她那個語言障礙 來跟台灣社會互動 在裡面找到自己可以生活的一些重要技能之外 那其實那個是以她們的一個社群 就是內部培力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基礎 那 像夏曉娟老師這樣子有豐富的田野跟運動經驗的學者 其實當時也沒有很多 那所以我們邀請夏曉娟老師進來之後 婦女心智就開始我們內部做一些幹訓 來學習移民議題 做一些內部的工作法 那大概2002年開始做內部工作法之後 從2013年我們開始就 開始覺得要對外做一些倡議的活動 那所以其實那個時候就開始覺得 要從什麼開始 那覺得民間可以來做的是 我們先跟大眾對話 那對於媒體那時候還在一直使用外籍信量這個名稱 我們就覺得我們先來推這樣的一個整理運動 就是說 所以我的記者會評審就叫不要叫我們外籍信量 那我們那時候 在記者會之前也辦這樣的中文活動 那去問婦姻移民本身他們 去徵求他們的意見 就是說他們希望自己被稱呼為什麼 那票選結果最多的是新移民女性 那我們從那個時候開始就希望對著媒體 對著官員我們都說 我們可不可以換個名稱 不要再稱他們為外籍信量 那因為這個是隱含著某種排外的思維 其實在討論那些政策的過程 或是媒體在呈現的那個報導的那個 呈現方式都會隱隱看到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族群議題很有趣 就是說永遠在劃分一個 我跟他者的這樣的一個界線 那所以我們一直在說他們他們 那我們沒有想到說 這些婚姻移民已經是我們台灣社會的一份子 是我們當中的一份子 不是他們這樣 那必須不斷地提醒這些移民政策的決策者 提醒這些媒體 提醒什麼什麼甚至學長老師或什麼 就是說我覺得正民運動這個是一個 可能在各國的族群運動來說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起步 那後來我們也開始就是去邀請一些團體來組成聯盟 叫移民移住人權修法聯盟 那就覺得要來開始推動一些移民政策的修法的一些工作 然後我們對於政府所提出來的一個法案非常不滿意 所以也開始來找一些學生專家加入 來嚴禮民間辦的草案 那這個與今天的議題沒有那麼相關 但我是要解釋這個邁路就是說 那為什麼後來婦女性資基金會想要向族群可學基金 申請這樣的一個經費來做所謂的這樣的一個漫畫手冊 以及這是2007年版本的一個漫畫手冊 然後我們也配合我們的民間版的草案 那在2008年那個大選前夕 我們希望能夠讓這些民間版草案一鼓作氣的通過這樣 那等等修法雖然是有一點成果 那所以到2009年的時候 也就是修法民間版條通過了一些之後 那其實情況就有變化 所以我們就覺得這時候可以再來做一個新版的手冊 那來就是做這樣的一個修法前後的一個對照 以及讓社會大眾知道說這個政策改變了些什麼 那為什麼我要從政策講這個脈絡北極 其實如果這兩版的 如果各位待會有興趣可以拿來翻的話 就會發現我們這個手冊的漫畫內容是非常的尖銳的 就是其實我們內部討論過 所謂的多元文化你到底要看的是什麼東西 那像上一場一直講說說故事 說自己的生命經驗 可是老實講婚姻歷靈 他們就是有這個中文的這個語言障礙需要跨過 需要克服然後又同時有性別角色這樣的一個 譬如說台灣社會期待媳婦是一個乖順的乖巧的這樣的一個角色 那母親是一個犧牲奉獻的這樣的角色 也就是說當你如果要來談自我的利益 自我的主體的發聲的時候 常常會被認為是一個不是很好的女人的角色 那所以這個都會 不管是語言的障礙或者是性別角色這樣一個刻板印象 都會使得婚姻歷靈他們要自我發聲更不容易 那其實我們在做這個手冊過程裡面 有跟當時已經成立的南洋姐妹會等等這樣的成員 也就是他們也有在我們這個聯盟裡面 我們簡稱以怡夢 我們那時候就把婦女性資設計的一些 我們先跟怡夢這些隱憑義工的團體討論 就是他們覺得他們最常遭遇到哪些社會歧視 那他們希望 應該是說這個手冊基本上就是針對台灣民眾 當時的官方的所謂的多元文化教育的內容 幾乎都是針對移民本身的一個中文的教材 那或者是一種很奇怪的一種 東南亞文化展示的奇怪的那種宣導的手冊 就是他們談的多元文化其實並不真心的 並不想真正的面對台灣社會對移民移工的一些誤解的歧視 我們那時候會覺得說 譬如當我們在接觸這些個案他的故事 真的去管社工或者是像我們這樣的一個工作者去找 我就會聽到他們譬如說他們談夫妻在爭吵的時候 丈夫可能蠻有可能就脫口而出 說你就是我買來的 你就是要聽我的話 那你是我花多少錢買來的 那也許平常在生活中這個會議名他走到菜市場去買菜 也許也不會有人當著他的面去講一些騎車話 但有可能在背後就在講他就是買來的 或者是在學校移民二代的子女 也有可能他的同學就拿這個來嘲笑他 其實我剛在說我們試圖處理一些 包括我自己 我到中南部去跟一些婦女團體的理事長們座談的時候 他們那個時候會憂心忡忡的講一些說 怎麼辦怎麼辦 我們這邊譬如說農村、漁村 像剛剛那個梁道遠講到李一道 都是所謂的這個外產配偶 然後有些地方熱心人是熱心人 社區的人士 譬如說過去跟我們談、家暴談 什麼什麼要怎麼做社區房子啊 這些地方婦女團很重要的這些人士 他們居然會在座談結束 都要跟我憂心談談 憂心忡忡的談說怎麼辦 這麼多的外籍信仰 然後他們生下來的小孩好像真的比較笨 我們台灣社會這樣的人口品質下降怎麼辦 就是我這邊的書面資料也有大致提一下 就是說其實那個時候主流媒體的報道 有做了一些錯誤的一些統計數據的引用 導致於當時的大眾還蠻多人相信說 外籍新娘生的子女比較容易發展癡館 然後發展癡館等於比較笨 所以他們就覺得這樣子 台灣人口品質容易下降 如果大家認為這是春夫魚腹 才會相信的沒有論的話 其實在我跟內政部官員開會 向人口政策的會議等等 他們在他們人口政策的那個白皮書的出稿 原本也是寫 擔心的台灣人口品質下降 也就是說今天婚姻移民的大量進入 造成的台灣社會的某種焦慮 不只是在社區人士 也包括到官員 包括到面對的這些婚姻移民的二代子女 這些老師們 大家不知道怎麼處理這些 好 那我是要講說 所以我們覺得手冊 最重要的是要教育台灣一般人 以及有機會的話 我們譬如說那時候寄給很多社區大學 我們也就是當然 我們試圖用的管道寄給一些學校 我們希望學校的社區 這些老師看到 或者是後來我們2009年的那個版本 就有做成一個網路可以直接下載的fetch 那只要是作為這種教學等等的工藝用途的話 都開放授權使用 那我們就是希望說 用這些素材來作為一個 大家可以直接拿來討論的東西 拿來討論的素材 譬如說如果大家有犯的話 我剛剛講的非常尖銳的是 譬如說我們直接談中介費 什麼叫做外籍新疆是買來的 那個30萬 大家認為花20、30萬買來的 我們就做了一個圓筆圖 告訴你這20、30萬 包括你去越南相親的機票費 在那邊的時數 在那邊請客 你們在那邊說結婚登記了 然後去驗客的費用 然後包括你給中介的代辦的費用等等 中間我們就可以看到 剩下的圓筆圖最大一塊就是 就是不清不楚的就是跑到中介的口袋 然後對於這些婚姻移民來說 我們聽到他們的 譬如他們家裡父母拿得到的所謂的聘金 其實才台幣大概五千塊到一萬塊 是這麼大的一個落差 那如果你在台灣結婚 你也要驗客也要幹嘛也 這些結婚的費用 大家不會說 不會對著一個台灣 你會對著你的台灣太太說 你是買來的 對不對 那但是你可能會覺得我結婚 花這些費用 我是花這些錢買來一個 那也就是說這樣的一個 你去看所謂的這樣的一個 對婚姻移民的族群歧視背後 他有很深刻的性別歧視跟階級歧視在後面 那以及對那個國族的那個歧視 那這個是台灣社會必須面對的 那我要講的是說 所以我們的內容 我們試圖用比較 看起來比較和緩的方式去處理一些 我們覺得很尖銳的東西 那我們希望這個可以成為社區 座談上 課堂上大家可以討論的素材 譬如說當時也有很多仲介廣告 說 越南新娘保證處女 乖巧聽話 不滿意包退 那個時候是 在東南部的一些大街小巷 會看得到的這種 這種廣告 那在我們民間版的 營蒙版的那個草案裡面 我們是主張就是 不可以做商業性的婚姻總結 只可以做非營利性的婚姻媒合 也就是所謂的鄉親服務 然後我們也反對 所謂的商業總結 商業性的一種這種婚姻廣告 那在這個條文通過之後呢 也就是 我知道大家 也許大家可以慢慢去比對 這些年可能就比較少看到 這種所謂的 非常糟糕的婚姻總結的廣告 在出現 那我們要講說 這不是我們很天真的認為說 這種商業買賣就不存在了 它很難有可能 換湯不換藥繼續存在 他們也可能這些商業中間 去登記一個協會 然後繼續做這些事情 中介費也仍然蠻有可能不清楚不透明 然後繼續造成民眾的一個不解和啟示 但是我們看到事情有慢慢在改善 那我們用這樣的一個手冊內容 試圖去談一些東西 那譬如說夫妻爭場當中會出現的一些問題 譬如說很多爭場當然以為 繞得在錢上面 我可不可以寄一點錢回我越南娘家 我越南娘家需要錢 我媽媽生病也需要錢 類似這樣會吵架 那我們就會介紹所謂的多維文化 是你要去認識到在越南 在這樣的一些東南亞的國家裡面 他們的財產繼承的 子女繼承的那個文化 跟我們完全的這個複系繼承不太一樣 他們是有些地區是雙系繼承的 也就是說兒子跟女兒都有一樣的一個權利跟義務 也就是說你都要養父母 那你也都可以平等的去均分財產 那這樣的一個文化背景 如果你不去了解的話 那台積家屬可能就是會覺得說 你為什麼 你就是為了錢 你就是要把我們錢掏空這樣 對 那所以 但是大家沒有去看到說 會議民在我們的台灣社會 有很多的繼承勞動力的這樣一個貢獻 大家可能看到很多小吃店 很多農田 其實都是靠這些會議民在撐著 要不然農村大概早就更是沒有人了 對 那 好 那 我是要講就是說 呃 呃 呃 在上一場我覺得聽下來講說 那個所謂的說故事 走向族群和解 說故事 交換生命經驗 呃 有沒有可能繼續的 呃 讓我們更有可能走向和解 或者說不一定要和解 呃至少走向所謂的 呃 彼此有理解的尊重 或者是怎樣 那 我要問的是說 但你有什麼辦法讓誰來聽你說故事 好 那 嗯 我們搞一些論壇搞一些座談 有可能 呃 但是誰願意走進來來聽這些婚姻營他的故事 那所以 呃 呃 我們必須創造一些機會 讓有 霧解有歧視的人 呃 有可能去聽到故事 那所以 呃 我覺得在我自己的經驗是 我跟地方婦女團體溝通的時候 呃 就是申請經費來辦中文版 然後他們設計的教材從 很傳統的那種 呃 三從四的到 現在漸漸比較沒有 那麼 就是說 那他們也從 呃 這樣的一個中文版的活動 然後 越來越了解婚姻移民本身 呃 就是他們有一些生活交流之後 然後 他們開始做一些家庭方式 去瞭解他真的 他的 他的需求 他的 他為什麼來到台灣社會 那他感到的不利無援 他需要什麼樣的一個援助 那 不管是他經濟上的一個幫助 或者是家暴 遇到家暴 呃 或者遇到去看醫生 等等這些無助的 呃 找不到統一的 等等的這種 困境 那我覺得這些地方人士 他們從開始 從一個女人 關心女人 女人 幫助女人 這樣一個同名心開始 那我就看到 這個是一個台灣社會的希望 就是說 我們 不只是 呃 這樣的一個 呃 文化教育的一個素材 是一個基礎而已 那我們如何去創造更多的 這樣的一個 呃 行動 那 各種的行動 那 呃 不管是座談會 這是一種行動的方式 家訪 社區關懷 什麼什麼 這些都各種的行動方式 那 所以我覺得最需要賠力 跟教育的對象 反而是這些 重要的社區人士 不管是 里長 社工 社區老師 然後 警察 等等 那這是第一線 那當然我們的官員 很需要受教育啦 這個是就不用再講 謝謝 謝謝 好 那 謝謝 那我就是 建議就是說 呃 應該要受教育學院 包括決策者 包括我剛剛講的那些第一線的一個移民政策會消換的這些執行者 好 謝謝 非常謝謝 謝謝 各位好 我問一下剛才前面說的 就是 呃 如果大家想 想不到說 我們現在就是一個教學的場景 然後我們有時間的限制 不只是時間的限制 要再 呃 把 既有的內容 交給孩子 還要希望孩子懂 呃 而且會有好的成果 我想這是很不容易的事 呃 就像我們剛才 我們各 合各言耳制的結果 時間已經拖了很久 那我們還沒有 呃 測試大家 對剛才所聽到的 到底有什麼 德或是什麼 好 好 而且呢 我們還沒有 呃 要求說 你一定要獲得某一些核心的內容 好 我想這個回應 回應剛才前面的意思 也是讓大家想一想 說在現實的教學情況當中 其實有很多 啊 組織制度結構的限制 並不是像我們想像的 就是說 啊對 教育很重要 剛才都提到教育很重要 呃 然後他就自動會 啊 啊 長出來 這個牙啊 樹啦 啊這些的 呃 其實有很多關卡 必須要突破 呃 呃 我想呢 呃 呃我就是用我的PPTL 來呃 呃 這個表達 呃 事實上這個是 就是蠻複雜的東西 呃 教育呢 雖然每個人都接受過教育 但是 呃 真正 涉及就是 怎麼樣去教 誰來教 呃 然後為什麼要教 這些議題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說 其實他 呃 有各種 各式各樣的角力在其中 好 那 呃 呃 在這個文章 呃 請放下 我先用這個就是 呃 呃 大家可以看到的摘要 那我簡短來講一下 就是 事實上 我們常常會批判 呃 尤其是教改 呃 我們會批判說 呃 以前國民黨的教育 如何如何 實際上如果我們從歷史的角度 來去看的話 他是一個 現代教育啊 發展的過程當中 很多國家也是必經之路 也就是說他會 他會變得制度化 那在我們的 台灣呢 就經過日據時代 或者日治 呃 這個又是呃 呃 呃 大家可以想得到的正義 那另外還有其實就是 呃 清朝末年到民國初年 那種 復國強兵的那種思想 所以我們 我們很希望就是說 藉由教育來 來去壯大我們的博民 所以他很希望的是 強調那個共識跟統一 好 呃 我們可以想到就是說 當你去強調這個 單一 同職 共識 的時候 那種多元呢 開放的思想 其實是 不太容易 有的 好 這是 我先要跟大家說明的 好 下一張 好 那呃 當然解言之後 我們 強調這個民主自由多元開放 所以有很多的教育改革 當然 那時候的教育改革 其實還是帶有就是說 去批判國民黨 就是 呃 這種 政黨的對立 那當然也促進了 呃 這種教育的改革 那也讓就是說 這種民主啊 多元啊 這種的價值呢 放在這個 課程當中 那我是說 這是一種實踐的可能 為什麼 呃 現在九年一貫課程 然後現在有十二年國教 事實上在課程綱要裡頭 也就是說我們要教起我們的地方 好 他已經有一個位置了 但是 他的位置呢 是一個 呃 呃 是一個 我可以說 呃 我們是說 是議題的方式 是融入的方式 那在這邊呢 其實就涉及到什麼呢 就涉及到就是 各方勢力的角度 那我們都知道 我們在學校裡面 有主科 有副科 對不對 那什麼科目是重要的 什麼科目是重要的 這個就變得有價值 的 這個 關聯性 那 呃 重要議題是什麼 重要議題就是回應社會的期待 也就是說 啊現在很重要 所以你要把它放進來 呃 放進來 在哪裡教 呃 沒有時間教 所以就用融幕 所以他只有一個可能性 那你要怎麼去教 所以我在這邊呢 我就是要跟大家談的就是 請問一下 就是呃 我們比較容易看到說 教什麼 如何教 這種教學技術的問題 那為什麼教 誰來教 什麼 什麼人可以教 我們當然會說 那老師啊 那老師 真的可以教嗎 好 就是有很多這種議題的時候 他真的具備這樣的專業知識嗎 等等 其實是呃 呃 呃 有待商榷的 所以在這邊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就是 他有涉及到課程內容 教學方法 從理念轉化成這個呃 現實的困難 但是呢 實際上他還涉及到那個整個制度 他是不是呃 公平正義 哦 的 議題 例如像我們剛剛講的 標準答案 什麼是標準答案 是日誌還是日據 啊 這個 前一陣子才有的爭議 啊 那誰來說 這個是標準答案 那在學校裡面 你要怎麼去說 這是標準答案 所以呃 這些其實都是涉及 或者說我們為什麼要 教外籍配偶 學中文 而不是讓我們學外籍配偶的呃 呃 語言 也就是說在這個社會的共識底下 什麼是重要的 那什麼是標準的 他就變成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那呃 呃 當我們的孩子從他們的家裡進來的時候 他們有很多帶有不同的資源 公立學校是一個 零拒絕的學校 也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進來 但是他們的背景是不同的 不同的背景來到學校當中 我們是要求共同的 標準答案式的 所以他當然會有涉及說 這個人為什麼都不會 這個人不用講他都會 非常聰明 這種的差異 所以請請放下一張 就是 呃 當我接受這個 呃 基金委託 呃 這個推動這個 多元文化教育的時候呢 事實上呢 教什麼 和如何教 這個面向是比較具體 實用 然後比較容易受到關注 那當時候呢 呃 因為我之前有 呃 這個基金為什麼會找我 也是因為簡形階先生 那之前我們有 推動一些人權教育的經驗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看到學校很多 就是包括剛才 呃 這個曾女士她說的 就是有很多的教材 呃 有很多的民間或者是教育部發行的很多的教材來送到學校 可是學校 拿到這些教材 常常喔 下大雨了 不知道到哪裡去了 驗水 不知道驗到哪裡去了 然後收到的時候不知道 要哪一個單位收 這是現實的問題 那你不要說 你這個學校怎麼這樣 是說 這是什麼 這是誰要負責 誰來教 誰要負責 或是說我為什麼要教這個 我的課都上不完了 好 所以很重要的是說 誰來教 他們有沒有這個概念 再去想說為什麼要教 可是當我們 碰到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們很快的想到的就是 我們要教 這個是很重要的內容 好 然後呢 你要用什麼樣的方法去傳遞 所以我說教什麼 和如何教 它是很具體實在 然後比較容易獲得關心的 我們常常都會掌握這一塊 但是呢 其實比較重要的是說 為什麼要教 然後誰可以來教 所以在當時2006年 公益信託基金委託 我們辦這個活動的時候 我就是用我過去的經驗 我說其實在徵學活動之餘 其實我們是要讓老師具備 他知道為什麼要教 還有要具備說 他是符合這樣子的資歷 他有這樣的專業可以去教 而且可以去看到這個議題 不一定要有具體的內容 但是他可以把生活當中的世界 他可以變成可以討論的議題 不一定要有實際的教材 那實際的教材呢 他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切點 因為我在徵學活動的時候 他就會聚焦 那有些學校的老師 他們會希望得到很多的獎勵 所以他其實是會變成一個聚焦的教練 但是如果停留在那邊呢 就會變成是放煙火式的 所以這也是 在推動很多教學當中 通常或者說很多議題的時候 都會說教育很重要 然後呢 就讓很多的教材去教 可是實際上 說真正能夠持久 真正能夠扎根的是在 那個教學的場域還有主題 就是老師本身 他覺得重要 這是可以讓他繼續教的力量 但是呢 事實上結構社會 就是說學校組織結構 還是會有一些的挑戰 讓他沒有辦法持續 那所以在2006呢 我們藉著這個活動 提供這個教學的範例 但是他就像我剛才說的 他是長期的歷程 所以不能停留在這個教學技術的層次 那怎麼樣讓老師 這個提升他的多元化的素養 然後可以去對抗 不只是族群還有性別 還有各式各樣的偏見跟歧視 在學校當中其實有很多很多的 所以才會有霸凌的問題 就是有很多的偏見跟歧視 他可能是族群 像剛才講的 然後他可能是性別 他可能是人長得太胖 或是太瘦 或是說是戴眼鏡 凡是什麼他都可以拿來做歧視的東西 所以要讓小孩子了解 要讓老師了解 他們其實是處在一個多元文化的環境 所以誰來教和會何教呢 其實是我在這個活動當中 那種主要比較深的 就是辦理這個教師的演習活動 那是希望老師們都藉著這樣的活動當中 是覺察、探究和行動 可以有這樣的歷程的體驗 因為只有他們體驗到說 他們需要 他們覺察 這個議題的重要性 他們才能會有行動出來 那當然這個行動呢 我們是以在教學的行動為主 但是事實上我們也希望說 他們可以推廣到不同的行動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工作坊裡頭有就是用肢體來去表達 那種破壞者或被破壞這種的活動 然後呢 有小組成員的腦力激盪 然後還有這個共同參與去構畫的行動 那我們也是這個就是利用這樣的空間 來去營造一個專業社群的對話機制 就像上一場次所說的那個說故事一樣 很多老師在那個場域當中 他們就說他們遭遇到的故事 可能是原住民的老師 也可能是他看到有心移民的子女 然後呢 因為不了解而發生了一些的誤會 就是他們說他們的故事 然後呢 有這樣的對話的機會呢 去讓他們探討 為什麼會有這些偏見歧視的原因 那希望也能夠就是說 由他們的經驗體會當中呢 去帶給小孩子 也會經由他們的體驗 然後來知道說 這樣子的議題其實是我們生活周遭的 謝謝 下面 所以我們是強調這個體驗分享跟互動對話的模式 這個是2010年 2010年當中呢 我們就是運用過去的經驗 然後呢 發展到後面 有這個我們的教學範例 編成手冊的 可以大家去參考 也就是說我們 雖然是建物是一個教學手冊 但是呢 實際上到2010年的時候 我們其實已經把它 把教學徵學 教案活動的徵學 還有教師工作坊 還有這個 學校整體的推動 推廣 把它連成 把它連成 一整系列的活動 當然就是因為這樣一整系列的活動 它會變成比一般很多的教案徵學 拖的時間來得長 而且他們要做的事情很多 所以到最後呢 有一個學校的老師 就打電話來問說 我們這還沒結束啊 什麼時候續講 所以你要知道 就說 信念的改變 或者是價值的 這個怎麼樣去推動 它其實不是一個很短時間就可以做的 它還要面對 也就是說它在推動當中 還要面對很多時間 人力物力資源的挑戰 包括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其實好像已經超過時間了 所以我必須要把它去做一個很快速的 去結束 那我在思考這個討論的主題的時候 其實事實上我想說這個困難和挑戰 其實是有個人的層面 還有這個組織結構的層面 那我把它列出來 就是說我們總觀察到的 老師他們自己是不是可以 或是說我們每個人 是不是可以覺察到自己是在這個多元的課室當中 那日常的生活 因為我們剛才講說 常常在學校裡面就是教教材 事實上好像跟生活完全脫節了 那大家可能都有聽過 雖然說不是在教育的場域 都有聽過杜威 杜威會說什麼教育及生活 那為什麼他會這樣講 實際上也就是我剛才說的 當我們已經變成制度化的學校的時候 我們事實上會跟生活脫節 可是我們其實學的所有的東西 都是從生活經驗 人類生活經驗的累積而成的知識 跟我們的生活經驗應該是相關的 可是當我們在學校裡頭就會把它分割了 那我們是不是也可以把這個多元文化的議題 再把它還原在日常生活 其實是幾乎相關的 它不是說一堂課 或者說不是只是知識的灌輸 但是呢在推到這樣子的多元文化教育的時候 它常常又會變成說 是不是會增加學習的負擔 它是不是增加一堂課 是不是需要時間 就會變成有這些的挑戰和這些的困難 那事實上呢 我們是希望讓老師們 或者是學生們去思考 或者是家長思考到說 多元文化的價值跟意義 還有教育的目的 最終的就是教育的目的 因為常常我們會是工具導向 工具理性導向 也就是考好分數 進考學校 這個就好像是我們做教育的目的 但是我們忘了 教育它真正的目的可能是跟我們人 跟我們的生活其實是相連結的 好 那這個結構制度裡頭呢 我剛才也說了 國民教育階段 或者是教育 學校教育 它其實很強調共同的價值 基本的規範 知識技能 也就是我們小孩子 學習成人社會的 這種社會化的過程 所以它有一定的標準 一定的規範 一定的價值 共同的價值 所以這個就變成是一個 非常困難的 也就是一種挑戰 那即使是生活上 它也可能會有一些 這個不一致的 那為了在學校裡頭 我們就要求一致 所以就會產生很大的爭議 那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說 學校其實是充滿各種勢力的角度 那就像我們說 是不是大中國 或者是台灣本土 到底是日資 還是日劇 那標準答案到底是什麼 現在我們說都可以 那考試的時候到底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非常現實的問題 那所以怎麼樣去兼顧共同 或者是多元差異 那有沒有明確的標準等等 這其實都是我們在推動的 這個多元文化教育當中 常常會需要思考 或者是是一種挑戰 那我最後呢 就是用這個 我們看多元文化課程 理想模式的發展 它是有消除取向 然後有貢獻附加 這個三個取向 後面的前面三個 這個課程的取向 前面一章 是比較容易達成的 而且是我們現在 在推動多元文化教育當中 是比較常用的策略 是消除歧視偏見 然後呢 有一些的英雄事蹟 表揚啊 人物啊 或者是節慶啊 這種 大家都是有貢獻的 然後有一些是附加的 就是 增添的方式 這是比較容易 也是現在都在做的 但是呢 轉化 或是社會行動取向 或是整體改革的這種取向 其實是 我們還需要不斷的努力 才可能的 當然 我們也可以去挑戰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它會變成什麼樣 是會變成 沒有共識的社會嗎 例如這樣轉化取消 其實 在有些國家的原住民教育 其實有 就是從K到大學 都有這種原住民的學校 類似這樣 那這個會不會是跟 會變成是一種分離 還是說它是 會連結在一塊嗎 會是一個國家 會是一個社會嗎 這個又是一個變成可以討論的 一種 一個議題 是不是多元文化會走到這樣的 這樣子的 這個路徑去 所以 後面的很多時候其實 是在學校教育當中 其實推動是困難的 要實現這樣的理想案是困難的 但是呢 社會行動取向現在也慢慢的 大家也慢慢注意了 但是那個行動呢 就是有分小的行動和大的行動 你是不是可以震撼得了 既有的結構 就是既有的這種框架 還是 還是只是小小的一步 這就是我們可以去觀察的 但是 我要 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困難跟挑戰 不是說 有這些困難跟挑戰 我們就不做了 我只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教育我們看起來還是很簡單 但實際上呢 它涉及到很多都非常複雜的 它也充滿了挑戰 即使它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它也是需要很費心的耕耘 它才能可以會開發結果的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那個唐教授 我們有很多的經驗 今天特別跟我們分享 就是教育又要標準化 但是又要多元化 在那個矛盾下 怎麼去推動多元化教育 我們一個不斷辯證的過程 然後那個 應該怎麼說呢 其實我對於這個 就是族群和諧基金會 並沒有非常多的了解 但是之前曾經有受邀去審查過一些案子 那也知道說這個基金會 它其實對於一個族群的和諧的推動 是非常重要 那就我從那個學術的角度來看 就是我覺得其實它 這個基金會 它在做一件在學術上 我覺得蠻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它其實從族群關係來看 在族群研究 就是說簡單來講 就是不像我們客家學院 我們就做客家研究 然後原住民學院 就做原住民研究 這麼單純 那它是從一個族群關係的 互動講庫來看 台灣的一些族群現象 所以當時我在審查的過程當中 也覺得學到非常多 那所以同樣的 我今天來這個座談會 就是說雖然我從1點半 在那邊一直做 我覺得真的學到蠻多 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關心族群問題 其實是應該從一個 多元互動的講庫下來看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今天好像雖然從 第一個論壇第二個論壇 比較常去談到 其實是相關省 省級族群的問題 或是新移民的問題 可是整體來講 其實我們都可以從這些 現象裡面去看到 整個台灣的一個 整個族群關係的一些問題 跟現象的討論 我覺得受到很多的啟發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說我自己 從今天的討論裡面 跟我之前的一些 研究觀察 我自己的一些 我覺得蠻重要的一些 回應 想法跟回應 我覺得第一個其實 從今天的論壇裡面 我們可以去學到一件事 就是說其實族群的和諧 或屬於關係 甚至於我們講的 更進步講的政策 或教育等等 它其實是非常需要建立在 一個所謂的 相互了解這件事情 但是相互了解 往往是最困難的 那阿昌是跟 他個人的經驗 或是剛才湯教授講的 非常重要 從日常生活裡面 去發展跟啟發的 那這也可能 跟他自己本身的 族群認同的發展過程 跟形塑是有關聯 所以我們可以去看到 今天的討論裡面 其實是有去讓我去 碰觸到一個事情 就是其實族群認同的發展 或是相互了解 這件事情是一個很漫長 而且其實是變化的過程 那這個過程其實 剛剛就是在第一個論壇裡面 孟國老師有提到 它其實常常是個跨界 它可能會改變 那可能 因為你本來是你認為 你認定是A身份 然後後來你去關係到B的事情之後 你產生一個改變的結果 所以我自己在客家研究裡面 我發現到 這個其實台灣的族群 現在裡面很重要的一塊 就是這種所謂的多寵 認同多寵身份 跟這種所謂的跨界的分享 是很重要的 舉例來說 例如說 我曾經有一個朋友 然後他可能 長期他覺得他自己是外星人 那我大家都覺得他是外星人 那他有一天突然告訴我說 欸 王立我告訴你 我是客家人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我爸爸 帶我回 回在廣東老家 去探親 他才發現 他四五十年來 他爸爸總會告訴他他是客家人 然後他回到那邊 還發現他的親戚講話 他都聽不懂 然後他講客家話 然後他從小就是眷村長大的 所以他的身份認同 就有一個很極大的衝擊 就是他到底要覺得 自己是外星人的客家人 他就產生很大的衝擊 那同樣的 台灣這種故事非常多 例如說 我自己從做博士生的時候 就開始去訪單很多客家運動者 那曾經有訪問過一個客家運動者 他真的跟我講了好多 他這四五十年對客家運動的 積極投入跟感情 之後他突然告訴我說 可是我到四十歲的時候 我才發現我是到他 就是大家知道 就是說其實客家 跟拼捕族的關係是很複雜的 非常多地方 他其實是拼捕族 可是他就是覺得海人 就是他也寫那個 說我來我的祖先派會 他們也去弄一個 然後也去說 我們的那個叫什麼 祖福是怎樣 他們都會變 那很簡單 因為他們想要從拼捕族 掩飾自己變成海人 所以我所非常尊敬的那個學者 他就很有趣 就是他長期的跟著拜 然後相信他是什麼 不忘祖宗彥 他刻意非常好 那四十歲的時候 他爸爸突然告訴他說 其實不知道他 就還蠻可愛的 就是說 這種事情是在台灣出現 很常見的複雜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我們今天也會去看到 就是說 因此我們如果今天從政策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這件事情是很複雜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覺得說 其實入園文化不管教育也好 或政策也好 他其實很難處理 有很大的關係是 其實每一個人他是會流動 有可能很多人 入住原住民夢 他可能會在二三十歲的時候 他突然他原住民意識出現 他之前可能都不願意告訴別人 他原住民意識 那或是我剛才講的 他在某個時間 他才知道自己的生死 好像連續去那樣 他才發現說他有這個東西 那這其實是台灣主權現象裡面很重要的 是過去政策比較難處理的 然後第二個我覺得其實台灣 今天也碰觸到 可是對台灣來講 不群政策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所謂的跨國的移民這個問題 就是說特別以客家研究來講 我們發現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就是剛好提到像小學老師 他其實是從美農的時候 就開始去進行這個外籍新娘的一些研究 或是外配的一些研究 那他當時他就關心到 其實美農地區的那些外配的印尼 很多是客家人 因為客家比較 因為美農他是個客家庄 所以他非常容易就說他去印尼找 說他容易找到印尼的客家人再取回來 那所以這些印尼的外配 他到了美農之後 是因為比較好 因為他其實就是講客家庄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最近客家研究 開始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客家發現一個很好笑的現象 就是現在的客家媽媽 或是現在的父母 其實不太會教小孩講客家話 就是簡單來講 大概三、四十歲不太會講客家話 他可以理解一下 就是那些從印尼的客家的新娘 他又嫁回來台灣之後 他的客語非常好 然後他可以繼續教他的小孩講客 所以我們有一次在朋友就討論說 難道台灣的客家傳承 就來依賴這群印尼新娘嗎 那不好意思啊非常好笑 所以變成這個印尼客家這件事情 就逐漸在現在客家研究又開始討論到 那透過這個討論到 我們就開始關心東南亞客家 關心這個跨國客家的部分 所以我會覺得說其實 雖然說族群研究多元化主義 好像去關注不同的族群群體 可是其實以台灣來講 其實這些事情都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在要解自己的同時 其實我們順利兩件點 然後從這個角度再來觀察自己 去觀察這個族群現象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說以客家研究來講 俗老課拼補課我剛才講的 印尼客家 這些其實都是我們現在 甚至於外想課 外想課很重要 這些現象都是 我們應該要去注意跟討論 那我也覺得 其實這是今天我們就去思考 台灣多元文化政策 對文化教育很重要的一塊 那我也覺得這其實是 我覺得這個基金會 我覺得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說他告訴我們 我們不能從單一的族群 去看這件事情 我們要從族群關係 族群互動 族群和諧裡面去找到這個方向 那這時候我們的多元文化政策 還是留一個刻 否則客家關係來說 我們振興客家文化 其實是行不通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 我覺得我自己多年來的 這個多元文化政策的思考 以及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這個基金會 以及我覺得台灣 不管過來去想 語言政策也好 教育政策也好 我覺得其實這種 化國的、越界的、多重的 認同的、理解的 我覺得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謝謝各位 謝謝王教授給我們的分享 我透露一點這個基金會的小秘密 這個基金會台灣的各種族群議題 大概都有接觸、都有贊助 或者是補助不同的、跨界的很多 但是沒有補助以客家為主的 這為什麼也搞不清楚 就是因為我們是被動接受 人家申請然後來審查 這個被動的過程 客家會比較少 原住民也會比較少 所以面對原住民比較少的問題 我們採取了所謂特別的說法 就是你不會寫報告 你不想寫報告 你很難寫報告 沒關係 我們就直接去幫你寫報告 然後把錢交給你 就是主動補助的那種方式 所以不太一樣 其他我們都是被動申請 多用文化教育是 也是我們主動去委託 大概就是這兩個 非常謝謝王教授所講的 我就講一個客家的 關請門來的問題 今天是反應 就是有一年我還是客委會的委員 客委會的委員的時候 開會的時候 那夏小娟去做了一個報告 她報告是做美農的客家的外籍媳婦 所以是南洋來的 她是以南洋來的文具 那裡面就提到美農的客家跟南洋的風情的文化的這個混搭 混合交錯 其實我聽起來很有意思 非常有趣 然後我也覺得是台灣的一個新的多用化的現象 但是呢 這是你要記住喔 這是在行政院的客委會 裡面都是哈嘎、泰洞 全部都是客家大 而且都是以男性為主的 他們對這個非常不以為 他們覺得那個不是我們要講的客家 哈嘎要說行租 不是 客家要講到神租這種東西才叫客家 藝名這種東西才叫客家 所以你講到什麼南洋風情 對他們來講 這個是什麼 這個非主流 這個非主流 這是當時的一個英語 不過我想 剛才那個利隆老師提醒 還有順德剛才那個回應教授所提的 我們必須覺察 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覺察在一個多元的環境 而且要能夠去理解對方 你要從那個覺察環境的多元才很重要 比如說 那個陳華孟老師剛剛說 人家都把你的東南亞專家 欸 他不能覺察東南亞其實是有很大的內部在一起 他不能懂對不對 然後利隆老師也提到說 其實很多人覺察到 原來他的身世是一場夢 就是這樣 發現了 怎麼搞的 我是倒爬吃魚 原來是我的祖先 假裝自己是判人 做了一個假的祖母 不過這個都不會改變什麼事實 只是說你要覺察那個多元性 沒有什麼事情 都是原來就是這樣天經地義 好 那我也要說我的多元性 故事嗎 因為講故事很好 大家很好聽 尤其5點24分鐘 我媽要解說講那個故事 大概四五個月前 我有一個表情 從大陸來看我媽媽 我的表情 七十歲 她七十歲 所以我從那邊見不得來 但是突然冒出一個表情 沒關係 然後她告訴我媽媽一件事情 我媽媽也不知道 可是呢 我突然覺察 因為那件事情 我知道了 原來我是八分之一的滿人 好棒 就是滿足 蛤 所以呢 我一直說 我就是外省人嘛 台灣外省人嘛 眷村嘛 原來她那個故事講出來 就是我的真 就是我的真祖父這邊呢 姓權 歐外真祖父 權 權拿掉兩點就是金啊 金拿掉兩點就是權 所以權金是一家 那 所以姓金、姓權 都是朝鮮那邊來的 都是滿人的後代 那 可能姓金的高一點 像金服衝高一點 那姓權的就是犯的罪了 就是變成姓權 所以呢 原來我的祖先呢 是在清宮禮當世的 犯了罪 被下放到湖南 所以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是罪犯的後代 所以後來又多了 不只是滿洲人後代 同時還是罪犯的後代 但是 但是我就說就是 其實這個就是 你要覺察有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事情 是你要去主動發洩 那你就是不要去排斥它 不要去面對它 我覺得這在個人層次 是很容易做的 但是在結構層次呢 跟那個法制的層次 我想就是招 那個招元剛才說的 強調了一點 就是光講這個東西 不能改變很多 公共的 集體的 那種很大的 社會結構 或者說制度性的壓迫 所以某一種的集體行動 本來是重要的 那集體行動能夠發生 就是因為能夠發揮跟互相聯繫 所以性別團體 婦女權益 對不起 應該說性別權益 就是平權的運動的團體 它可以接觸到外陪 甚至可以接觸到外老 因為很多外老是家務工 domestic workers 所以這個議題就擴大 就擴散出去了 它不再是一個多元族群 那同時一個多元平等 社會的正義的關係 就是結構性的 可以進行在一起 所以我也跟大家就是 作為這個座談會的一個 預告 我們這個只是第一次而已 第一次而已 以後呢 還有好幾次 就是我們今天談的議題 比如說轉型正義的問題 轉型正義的問題 就是關於這個 跟台灣民主化的東西 這是一個大的關係 裡面跟族群有非常多的交集 第二個呢 就是外語 就是這麼講的份 我們說移民 移民跟移工 不講外配 他就是我們的人 移民跟移工 不講外 這個外字字都拿掉了 移民跟移工的議題 所以今天我們稍微觸碰一些 但是我們有一個專門的論壇來談這裡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以原住民為主的屏幕來談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回顧呢 也可以為台灣 我們這個都是沒有結論的啦 就是范英說的啦 沒結論是開放的 就是會可能會繼續再下去 可是透過這個機會呢 我們大概有畫界可以連結 可以互相多了解 可以新增新的正面量 非常謝謝大家耐心 我已經到5點25分 我們的陳曼董 可以到6點 我說誰要到6點啊 你瘋了你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 要評論的或者有意見 有好幾位坐這邊也是三四個鐘頭 有沒有要發言的 我姓廖 我是永樂社區大學 一個學員 同時我也是新北市秀養社 溫室生態聯盟的理事長 我姓廖 心熱心 一二三的意義 今天聽了各位的高會以後 我個人有感覺 對族群的互相尊重 是非常重要的 問題就是說 今天我們那麼大的 很好的一個座場 但是 來了沒有普通的民眾 這一點 我是覺得是最大的遺憾 來的就是一些主持人 遺憾人而已 那自己關係 跟自己講有什麼用呢 沒有關門啊 沒有關門 問題是外面怎麼知道啊 這一點喔 這一點喔 以後 一定要擴大 包括政府機關喔 要擴大來宣揚 這個 這個是完全不能自己講嘛 沒有擴大影響力 你是希望我們更發揮影響力 對 這一點非常重要 要走出去喔 沒有走出去 還是自己一些專家去 在網路 那這些人 早就知道了 好 這一點喔 希望能夠改善 謝謝 謝謝 這是心情跟勉勵啊 對 對 最近常常在電視上 我聽到 我們虛心前 是嗎 這樣講 OK 謝謝 這個我們知道了 其實我們也很努力 我們在網路 還有做成紀錄片 也還有機會 其實你真的要很多人來聚集是有困難的 這個我們也是一個職員寫來 還好就是說 很多人在自己的崗位都做得很好 你看梁修生還弄弄好 王立倫 那個學生滿天下 這個崇溫老師也是改變很多家庭啊 帶動很多社會的改變嘛 所以我們就自己也自己說 門沒有關起門來 我們是繼續發揚光大 拍手掌勵結束 謝謝 謝謝參議員 謝謝參議員 謝謝 謝謝 謝謝教授 謝謝 謝謝 謝謝